欢迎收听先上儿童广播节目《难分之讲故事》 现在成为我们在Spotify、Apple Podcast 或者YouTube的月费订阅会员 就会听到额外开放给会员的故事了 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《粒粒童话屋》 小野狼和大红帽 作者 阿粒 插画 安妮套 在一个偏僻的村庄 有一只小野狼 有一天妈妈叫他入黑之前 将一个苹果批送给住在森林的公公 临出发的时候 妈妈提醒小野狼 小野狼 你要小心啊 如果你见到大红帽 记得要跑啊 嗯 我知道了 一直以来 没有人知道大红帽真正的样貌 只知道他有一个特征 就是戴着一顶很大的红色帽 相传大红帽是最喜欢吃小野狼的 大家都认为大红帽就是恶魔的象征 小朋友 如果想听完下去 就加入成为 《烂分珠讲故事》的月费会员计划 你们将会颜外听到 只开放给podcast会员的儿童故事 故事涵盖各种主题的 记得 有空就听《烂分珠讲故事》啦 《烂分珠讲故事》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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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